哈囉各位車友大家好 今天這是我們小熊 Carlo 大家有沒有發現哪邊不一樣 有 我們今天幫他開啟了開車門亮方向燈 那今天我們要為帶大家來看一下我們那個CarloQ的一些隱藏功能 你看 他的老大哥Cody啊Q 都還沒有開車亮那個燈 他就有了 這個真的是非常的貼心 你現在看到什麼 怎麼鏡像了 因為一般的我們的那個 他我們Skoda所標配的SmartLink他只有AngeloAutoCouple類MirrorLink 剛好這個車友他是拿HTC 那我們透過幫他解的黑屏他就可以進入去做使用 那如果說你是拿比較新的手機或者安卓版本已經更新到 7或8的話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支手機 去做鏡像 非常的好用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因為車主他蠻喜歡用導航網的 那我們可以透過 鏡像去做導航網使用 所以說 外面市售有安卓介面 那但是其實 你只要找一支手機 然後找給我們 找 專業的人去解黑屏 那 在做使用上會更加方便 更加簡單 開車就不會跳掉 好 幫我們關起來一下 來 好 我們發動 那其實有什麼功能呢 一般來說 CarloQ的方向燈 原廠是三下 我們現在改五下 三下 我們可以把它改五下 這三下嘛 我們可以把它改五下 再來 我們可以從這邊設定來看 之前沒有日行燈沒辦法關 來看 我現在把前面這邊 有沒有看到光源改變 這就是可以透過隱藏功能去設定 最下方這個叫做 中控鎖聲音確認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今天如果 解鎖 打開 就會叫 上鎖就一聲 非常方便 再來 CarloQ跟Cody IQ 都可以透過開冷氣的設定 有些人都說 歐洲車冷氣不會冷 那我們今天用冷氣設定之後 你就可以開AUTO 可以顯示你的風量 來內循環 大都市嘛 空氣不好 你就可以 讓他 記憶內循環 不會變切近期 大家有看到 那我們把它設定成 熱帶國家 你的冷氣還會比以前 大概在 體感溫度大概在兩兩度 對 這台也可以裝 原廠型的胎壓 不然你現在是個是間接的 這就是透過輪速 容易 比較容易誤爆 這分享給大家 大家有沒有看到 Driving School Mode 就是駕駛學習模式 他就是 這個車有 他離 離這裡蠻近的 所以他大概花了 他把一些 你可能用得到的數據 都把它整理起來 非常的方便 好 我們就把它 好 我們就把它 那我們先再來 看一下我們現在 CarroQ 在儀表上面還有什麼隱藏功能 大家有看到甩表嗎 甩表也是一種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油量 加注量 你可能要加10公升 估計值加10公升才會滿 這個是我們CarroQ標配的 旗艦版標配的 那個 輔助系統 儀表板就跟老大哥都一樣 非常的好用 好 我們接下來再來介紹一下 我們那個 開車門 開尾門的亮燈 那有些車友都會去 錄影 好 大家有看到 我們多亮了這個燈 這對於安全上的識別 會更有 更有的保障 看這個燈就很開心 來 來做個使用給大家看 這是剛剛我們所操作的這個 車主他車上的那個導航網的軟體 那我們現在再使用一下 YouTube給大家看 這真的非常好用 其實你趕快去找一隻手機來 找GSTC來 找人家幫你解黑屏 你就可以直接在車上做使用 觀看的角度跟聲音 畫質都是上上之群 有關手車腳遠了 不要急 好 今天介紹到這邊 如果你是卡洛克 的車友 趕快把一些隱藏功能開一開吧 請問我先別走 我們在這裡 我們下次見 找人家看了 間